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刚个女朋友出国旅行了一趟 发现有很多事要注意 哥跟你们说说 证件很重要 用防水的文件袋包好 放在大包后袋里 不要随身放 也别跟银行卡摆一起 出门前把身份证 护照 签证的重要证件扫描一份 传到个人邮箱 如果真丢了 有这样的备份 会省去你很多麻烦 很多人没有使用信用卡 或旅行支票的习惯 会带大量现金在身边 这样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当然 保不起又不能刷卡的地方 所以也要带少量现金 提前兑换成当地通用的币种 去预言不通的国家 一定要做好功课 要着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 人文风俗 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求救方法 关键时刻也许能救命 如果有贵重物品 建议交给服务台保管 会比放房间更保险 因为很多国外酒店有规定 贵重物品如果是在房间丢搭 他们不负责配偿 他们不负责配偿